欢迎回到少年新闻周记 2024真的是创纪录的超级选举年 根据统计 一共是有76个国家要举行领导人或者是国会改选 将有20亿人投下神圣的一票 这当中除了有台湾之外 包含像是美国、英国、印度等重要大国 俄罗斯、伊朗甚至南苏丹这个经济弱势的国家 今年都是有选举的活动 在这些国家当中 最受瞩目的还是拜登要PK川普 两个人二度交手的美国总统大选 如果拜登当选的话将会执政到86岁 不过今年77岁的川普虽然是官司缠身 但是根据各项的民调都是一路领先的 讲家认为如果川普当选 美国将会重回孤立主义 像是难民战争等国际议题 美国都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至于还没有结束战争的俄罗斯 也将在3月17号举行总统大选 账面上总共是有29位的候选人 但是最大的反对势力都已经被禁声了 反对派这支人物纳瓦尼在选前被流放到北极圈的监狱 俄罗斯中选会还以文件错误为由拒绝前电视台记者 以及市议员邓索瓦登记参选 这使得普丁几乎是毫无悬念可以连任总统 掌权25年的普丁将继续执政到2030年 怎样成为俄罗斯在位最久的总统 洛杉矶时报专闻也提到 普丁是以监禁消灭了他的竞争对手 与其讲这是一场选举 还不如说其实是一场帝王加冕 用来巩固他的权力 还有一场备受关注的大选是在中美洲 墨西哥今年6月将会选出新总统 首都出现两位女性角逐大位的局面 首都墨西哥城前任女市长宣鲍姆 要跟女企业家加维斯来对决 未来不论是谁当选 都是墨西哥首位的女总统 他们会在公开的场合也都提到了 在这个寻求摆脱大男人主义 或者是性别偏见的国家 他们的出现是打破性别的天花板 卸下记录 其实人类在2500多年前 古希腊雅典城邦就有民主选举制度了 但实际上是重男轻女 当时的穷人女人奴隶是没有投票权的 最早的民主制度只是精英男性的决策 必须是有钱成年贵族男性才有资格投票